接下来头部镜头带您来欣赏高雄田辽越世界不同的风光 高雄田辽的越世界特殊景观在地底上称为恶地 主要是由宁岩组成 宁岩也就是俗称的青灰岩 颗粒细小透水性又低 浴湿则变得暖滑 粘稠状 浴雨则顺波流下 形成雨沟和石沟 我们家越世界宁岩的特色就是 尼基土照相运动后使得它出入 含多样的无基岩 所有的水性都很低 颗粒细小 可以摸摸看 在旱季的时候很硬 在雨季的时候 一道水软啪啪的 它浓郁菌类 剥落 剥落就是这样 我家尼联的特色就是这样 尼基土照相运动后使得它出入 含多样的无基岩 所以时常可以在二地的表层 发现双白色结晶 这些白色结晶 是氧化美和一些硫酸 因为毛细作用 带到土层表面沉淀而成 这些盐类 使灰质的泥盐本质 加上汗剂缺水的原因 使得植物难以生长 由于严重的充实 及植生贫乏的现象 仅有少数的地方有历史覆盖 由于历程的保存 上面可以生长树木 在没有历史覆盖的地方 这些地形不仅同山卓卓 而且交通艰难 因此称为二地形 我现在介绍台湾泥盐本部的情形 台湾泥盐地质 占全台湾土地面积3% 其总面积为10万多公顷 台湾泥盐的地主景观 以台湾西南部的泥盐变积为最大 北起 台湾市的东山、白河、左镇、山上、隆岐、观庙等 沿行到高雄市的旗山、内门、田辽、燕藻等 丘陵的地带 尤其以田辽一世界的泥盐地质景观 较为图显 而且交通又方便 在台28县道的旁边 是值得可以欣赏的好地方 全世界知名的泥盐二地景观 有美国中西部、纽西南北岛、台湾西南部 其中台湾西南部 又以高雄市田辽区分布最广 但是每到雨季、雨水冲刷 逐年减少8公分 预计几百年后 二地地形将消失于地球 民众可以利用假日前往参观 地景公园设有完善的环福步道 整个漫步的过程中 可以欣赏二地地形的景观变化 还可以亲身体验如同月球表面的荒凉景色 法级新闻 杰林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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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